好,又來到我們的頭柱界面了 繼續和大家說回 接下來2024年6月2日,星期日,沙田賽馬的賽事 這次我們這個系列,就叫做出賠率後,必買之選 看看出賠率後,有哪隻馬直博的 就和大家來買回 而至於我們買到的場合,其實是這場的第十一場 這場第十一場,就是我們的三班千四米草地 B蘭的賽事 這場馬上,大家可以看到,有多馬來跑 有14隻馬匹 這麼多馬的場合,到底買到哪隻才是好呢? 大家看看這場馬 這場馬明顯是熱了兩匹馬 分別說的是這隻9號的加州得力 和14號的滿寬兆 這兩匹馬,今次都做些大熱門 一隻就是獨贏的大熱門 另外一隻就是位置的大熱門 加州得力這匹馬,就成為一隻獨贏的大熱門 熱度只有5.6倍 另外那隻滿寬兆,位置大熱度只有1.9倍 這兩匹馬,今次熱到這麼獨贏的大熱門 到底值不值得來買呢? 我們一齊看看 看看這隻加州得力 這匹加州得力,其實如果你看它今季的成績 你會看到,其實它都跑了很多場 但是,其實一直都沒有贏過 一直都沒有贏過 但是,它最近跑出來的成績都叫做不差 跑第二、第三、第三 最近都跑第三 跑那些沙田草的123班 用阿昇仔騎跑第三 我們可以看看加州得力上將如何發揮 上將它排著綠檔來跑 加州得力呢,綠檔就是這裡的這一隻 大家看看加州得力,記得嗎? 這裡,黃衫黃武,你拍馬 紅色戰爪主要左了,大家看看它怎麼跑 這匹加州得力,排著綠檔 頭轉時間,它都會被人頂 頂在三碟左右的位置 一路賣一路賣,騎士 一路賣一路賣,才是在大約八百米左右的位置 賣到回去 但是,都要走二、三碟 都要走二、三碟 所以這匹馬,在上將都跑得非常吃虧 一路賣一路賣二、三碟 就算賣到回去,賣入少少 不是走三、四碟,都要走二、三碟 所以這匹馬,其實跑上來,都比較吃虧 再加上,你看看今場馬的時間 其實今場馬的時間,都有一些比較慢 有一點點捕捉的載事 慢慢捕捉著這匹加州得力來說 其實當然就不是這麼利衝的 不是這麼利他追的 所以這匹加州得力 上將,最後 轉彎入直路 你看到,是嗎? 轉彎入直路,踏出去 還要塞塞地車 踏到差不多九疊十疊的位置 來跑,這樣的位置來衝 都最後衝回第三回來了 所以其實他這匹馬 這些表現 很明顯是不差的 你看到他 很明顯是不差的 你見到他 怎麼會差的 為這些表現 最後吃著慢步速殺上來 頭段他都不知道蝕了多少 所以這匹馬,最近的表現 其實我覺得他都OK 很明顯是叫做狀態好的 所以接下來這匹馬 這匹加州得力 成為一匹熱門馬,我覺得都叫做合理 都叫做合理 都叫做可以的 另外這匹十四號的滿歡笑 又是了,這匹馬怎樣呢? 是吧? 成為一匹位置大熱的馬 我們看看這匹馬的賽職先 其實這匹馬都不弱的了 最近用湯普辛來騎 都能夠跑到第三匹 兩次用湯普辛跑,都兩次第三匹 所以這些馬 也有限度了 用湯普辛跑到第三匹 還有去最近第三匹 你會看得到 都贏到那些潮州精神 人參星超級龍珠這些馬 這匹馬都不弱的了 再看之前四月二十八日的這一場 這一場馬 都贏到一些一定美麗 陽光勇士嘉應掌聲 這些馬 一定美麗這匹馬 今季都贏到的 贏到沙田 這匹馬 都贏到一匹馬 所以這匹馬 也有一定的實力 再加上這匹馬 滿寬少說贏到那些 時時有道 零星球 和香港神區的這匹馬 整匹馬都贏過了 所以以馬論馬的話 這匹馬 其實在未來這一場 都應該能夠稱得高 應該可以稱得高 所以它成為一匹大葉門馬 大葉門位置的馬 我覺得都叫做合理 都叫做合理 這匹馬又是意氣上來 是合理 但是今次我們會不會 買到這些葉門呢 原來就是說不會 不會 為什麼今次我沒有買到這些 滿寬少呢 原因就是因為 其實我認為這匹滿寬少 雖然就是最近跑得好 好像幾有料那樣 但是原來呢 他最近那些第三 是說曾經輸過 給那隻獨步天下 獨步天下 而獨步天下 其實未來這一場 會再出再跑 大家看回 六號馬匹就是獨步天下 獨步天下 其實未來這一場 會再出再跑 曾經他贏過一隻滿寬少 所以就是說 如果他贏過滿寬少 未來這一場 會不會就說 那隻獨步天下 在未來這一場 會比較高 對嗎 而且獨步天下 這次的位置賠率 2.0倍 比你這隻滿寬少 所以在未來這一場 我寧願選一隻獨步天下 不選一隻滿寬少 對嗎 所以今場 我沒有買到這些 滿寬少 甚至是說 那隻加州得力 其實來這一場 我都沒有買到 為什麼沒有買到 這隻加州得力 原因是因為 這隻馬 其實 雖然說 他最近坐職好 但其實他都難贏 他難贏 今季跑了很多場 他都贏不了 而今場馬 他是做大熱的獨贏馬匹 所以我覺得 這個獨贏 是很難開出的 比較難開出 我寧願買他的3.0倍位置 所以如果選獨贏 和位置來買 那我就不選他 我覺得這些馬 你拿來拖一下 那些位置Q 連贏 那些好鬼過 這隻馬是有機會的 但他不是一隻容易贏的馬 你記得到他今季的成績 是未贏過的 所以沒有選到他 再加上今場馬 我認為 都不是說 只有他們會跑 根本上 這場馬 就是一場五五波的賽事 剛剛指給大家看 那些什麼獨步天下 都適合跑 加州得力又適合跑 滿歡笑又適合跑 你這樣都三隻了 所以今場馬 是一些很軍勢的場合 基本上一隻都會跑 在這麼軍勢的場合上面 那我寧願 就選一些 有賠率少少的馬來買 至於說到有賠率的馬是哪一隻 就是一隻有五點一倍位置 十五倍獨贏的馬匹 即是一隻十號的 村航首區 今次我會選一隻 村航首區來買 為什麼今次我選到 這隻村航首區呢 第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這隻村航首區 它的賠率好 對嗎 十五倍獨贏 五點一倍位置 其實它的賠率是抵到爛的 我們可以看看這隻村航首區的賽職 這隻馬 還要最近 它都是一隻賽職不差的馬來的 是吧 去到最近 跑三場 它三場都能夠入格的 跑第二第一第三的 是吧 連續三場都能夠入格的 跑那些谷草一六五零位四班賽事 還是三班賽事 都是說能夠有一個出色的表現 你會看到這隻馬來跑得很好 我們可以看看 上將村航首區怎麼跑 上將就用董明朗來騎 排著六檔來跑 這裡就是它 紅色戰爪主要左的 黃衫飛舞的這匹馬 我們一起看看它怎麼跑 這匹馬上將頭段時間 你記得它被人夾的 一直被人夾 所以其實它是很難搶出來的 這匹馬是一隻擺頭走的馬 它這麼難搶出來 一直被人頂 所以其實它的頭段是虧的 是吧 比較虧的 虧的一點點 那麼 是它慢慢埋 是吧 騎士多多幾步 慢慢埋 才說 擺到前來跑 所以這匹馬 頭過三百多米 四百米這樣 是跑得很辛苦的 慢慢才埋到 那麼 那麼 這樣來對跑 去到轉彎 入直路 那麼 都能夠頂住 這樣跑到第三名回來 那麼 我覺得它叫做不差的了 這匹馬上場的表現 叫做不差的了 畢竟上場 它都叫做對著強組 你看看 上場的第三 是對著飛將 赤兔猴王 跑得很快 這些馬 這匹馬差不差 完全不差 這匹馬都是一些實力馬 赤兔猴王這些 嘩 今季兩圈還要不斷近的 你算一算 那些第二 一二三四五 五場第二 第三 一二三 三個第三 成績是很好 兩圈 幾個第二 幾個第三 最近 九場 中 還沒脫過頭三名 賽職找到偶 所以這些馬是很強的 真的很有實力 所以 你說這匹村河守區跑的第四 差不差 真的不差 說真的 你看看它贏的馬 人家贏的聖益線 建築群英 標之亮子 銀量光束 福德寶 運高百斗 浪文奴波 這匹馬 其實說真的叫做一些 會贏的馬 會跑近的馬 甚至說浪文奴波這匹馬 跑完第十一 再出兩場 第三班 都能夠入Q 贏馬 是吧 所以是一組很強的 實力馬 那這隻 村河守區 最近 狀態這麼好 四班上三班 又搞得行 接下來這一場 繼續跑回這三班的賽事 我覺得它應該能夠應付到 是吧 應該能夠應付到 今季還要贏過 最近贏過馬 所以今場馬 我覺得這些馬 真的不能夠看少 今場馬 報民 是他贏馬拍檔 這隻馬 是報民贏馬拍檔 報民今場馬 不是不想騎他 是他做不到 磅才不騎 今次村河守區 是報民做不到 磅才不騎 這隻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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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隻不能忽略的馬 他不是一隻 報民氣騎 其他騎士不騎的馬 他不是這樣 是別人騎不到 所以我覺得大家要清楚 這件事 而這隻村河守區 今次你會見到 它也是特意變招 這隻馬 這隻馬 這次賽前 是特意 想重化來對操 是吧 這隻馬 是特意想重化去操 更加就是試貨閘 在這房子 你都看到這隻馬 是輕鬆 能夠贏閘 贏到球星黑白 球星黑白 大家看看這兩隻馬 是不差的 知道長勝那些 全部都不差 但是輸給村河守區 所以村河守區 最近真的很好 表現又有狀態 試襲都第一 是吧 操練又做足 所以這些馬 我覺得這隻馬 挺正的 這次的賠率挺好的 挺划算的 排著一個漂亮檔 七檔來跑 也挺好跑 今場馬 排七檔 應該是說 能夠押分前來跑 輕鬆放前來就走 放到前來走 那麼主動的馬 隨時放回來贏 不能夠忽略 所以今場馬 我們會選到馬匹 就搏懶 試試一下 這些十號 村河守區 好了 講完今場馬 我們會買到哪匹馬 之後呢 就來講我們的 投注策略 今次我們會買到 彩詞 就是獨贏及 位置的這個彩詞 用分一邊 三匹的方式 來買這匹 這麼好分的馬 就可以了 今次就這樣買 如果大家同路的話 不妨試一試 在未來幾多個賽馬日 希望大家一起贏錢 我可以祝大家贏多一點 這條片來到這裡 今天大家記得訂閱 按鐘仔 還有like comment 還有share我們的影片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